当时我跟陈宝国正在异线 拍那个《夜道真飞幕》 这个戏呢 拍了一半连夜 从异线给我拉到中央台 作者招连甲 跟我说 雷老师枪毙了很多小品 时间不够了 因此感觉 这个还可以 我说呀 招连甲 三十年代就有了 不行 不要 不要 他说这样 你忍一忍 咱们改一改 你说什么 咱们改什么 改完以后 再排练 排练完了 领导审查 最后通过了 咱们就上 不通过 枪毙 再心甘情愿 怎么样 我说行行行 那明天上午排练 排练下午审查 晚上就送我回忆线 排电影 排半天 我半天 半天算多的了 我们上学根本不排 结果上午排练 一屋子人呢 哎呦 你三层外三层 当时我跟宋丹丹说 丹丹 不是学习来的 你要注意 刺探军情 什么意思 咱的消费要毙了 他那就上了 咱就要上了 他那就毙了 就是说 另外第二句话 记住了 演完这个 咱不演了 给人家留碗饭吃 人家指着消费呢 咱们这个消费跟玩似的 咱们可以拍电影 拍电视 演话剧 人家就演消费 干嘛跟人争啊 二十年后吧 四男丹接着我了 你说太对了 现在我到哪儿都是 梅亚老太太 四男丹跟我说 我说是啊 梅亚老太太 你观众印象太深了 你变不了情了 你不演消费 演一下话剧 慢慢慢慢观众 就淡化了 我们刚才说 说了那个话剧小品 还有电影 电影也是有非常 这是电影 这跟龚丽 对 这跟龚丽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球技大官司 得了最佳影片奖 破例 给了龚丽一个 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破例了 两个奖 得了双奖 中国第一次 那当时张艺谋导演 为什么会找您 去演这部戏呢 觉得您跟这个人物 形象是符合吗 因为我第一次 他们班毕业的时候 我演个老农 就压力非常大 第一次拍电影 但是演完了以后 对我安慰又非常大 为什么 有人观众打赌 说这是哪个村的老农 绝对是 乱真了都 演得这么好 有老农演的 所以他们班就有印象了 完了以后 演完球技大官司以后 记者抱纸灯的 农村专业户演员 雷确生如何如何 我说你 你记着什么意思 我进不了城了 我就 后来就是 演雷宇 李少宏的第一部电视剧 雷宇 我算进了城了 原来也不是我演 后来 那人荡气不行 你来吧 叫我 我这个努力 瞎劲 我这无人和我得进城 一下子进了城了 进了城了就坏了 管家专业户 大宅门的 大宅门 什么日落紫金城的管家 那都是坏管家 坏管家 对 大宅门里 对 对 原来也不是我演 所以演员就是机遇 原来这个电视剧 大宅门啊 拍了大概两个月 下马了 为什么下马了呢 因为这个郭宝昌啊 版权卖给海王了 他拍戏就按他的牌 海王说你得这么拍 这个演员换一个别的 这演员这个 什么呀 你去去去 我就这么拍 停 不拍了 你版权卖给海王 海王说了算 不拍了 停了 后来大概一两年吧 中央台要拍这戏 哎呦呗 什么条件也没有了 你行 你就来吧 我小的时候看这大宅门的时候 有一场戏事我印象特深 哪场 就是这个王喜光儿把裤子给挂了 挨打这个 这是您找替身吗 还是就是您拍的 我自己拍的 哎呀别提了 好多人都说 你这个换人演得真好啊 第一 评价在这儿 第二 还有我扒裤子 屁股怎么回事 那是替身 替身 我都说 我让他替身替身 后来我都没有心里去 儿子有一次跟我说话 我难受了 儿子说 爸以后接戏注意点 我说什么意思 我在学校都抬不起头来 我说你怎么抬不起头 你按下扒裤子 我这个儿子能说假话吗 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 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 我心里想得了 以后这样欣赏 不能拍了 我无所谓啊 那个儿子不干了 你儿子在学校 他不行啊 对不对